路边停车阁的机车突然冒出白烟 没多久整辆车陷入火海 火势越来越大 黑烟直窜天际 最后火直接扩大延烧 高度还超过了监视器的范围 整排机车马上被火蛇吞噬 消防人员到场拉水线灌旧灭火 灭了好一下子才终于熄灭 事发在台北市中山区的市民大道上 这里是路边的机车停车阁 没想到却突然发生火灾 一整排一共八辆机车被波及 还有机车只剩下股价 全部都毁了 可见当时火势相当大 幸好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不过警方调略监视器 确认不是人为纵火 但车厢突然冒出火烟来 也不排除是里面放置易燃物品 无法接受太阳照射 导致自然火警 现在警校拉起封锁线 将调查火灾发生原因 后续车辆的赔偿问题 恐怕不是小数目